大陆官方宣布20条促进消费政策 加大马力冲刺内需市场 内容包括全面落实带薪休假 员工该休的假绝对不能口客薪水 也严禁各地不能新增汽车限购的措施 有一道大陆物价相对便宜 香港人北上到深圳旅游的购物也明显增多 背个背包带个简单行李 星期六日两天休假就到广东深圳逛逛 自从2月6号大陆和香港全面通关后 香港市民北上到深圳明显增多 马上要去吃东西 吃广东的点心 然后再去一些景点打卡 我们都有五个人住一个晚上 根据深圳边检总占数据 通关至今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已经超过7000万人次 尤其现在正值暑假旅游旺季客流更多 近期我们的出入境客流已经持续增长 日均已经达到了50万 那么周末的话 周末的日均达到了60万 那么最高的时候可以基本上接近70万 通关的便利性迅速激发两地往来 最直接的就是在深圳口岸周边商场 餐厅等生意好得不得了 超市挤满香港人想吃生鲜现煮还要排队 看准消费物价较低 香港人究竟到深圳抢购不仅是买东西 连到牙医诊所洗牙植牙等生活性消费 也成了香港人到深圳目的 在大陆看牙 这个营收大概也增加了400% 和香港的区别大概低端种植牙 大概就差到三到四千 特别是高端种植牙有的差了将近一万 除了看牙 美容美法也因为在深圳的收费相较便宜 香港顾客订单增加 而香港人习惯用现金 大陆多以行动支付 为此官方推行的数位人民币 还特别允许香港人不需要在大陆开通银行账户 凭回乡证就能申领一张数位人民币印钱包卡 然后透过联通 能用香港巴达通内的余额来消费 挺方便的 因为现在就说我们在香港的话 都是用现金消费比较多 那现在过来的话有这个数字名卡的话 就说我平时过来就不用换现金了 还有折扣 巴达通在香港高频使用 跟咱们内地的支付手段 就以这个数字人民币印钱包的方式 互联互通起来 那以后会有相当的一个使用的空间 以往都是强调路客在香港旅游购物商机 现在官方也重视香港人到大陆的消费力 正处于经济复苏不理想的大陆 对于任何刺激内需的机会都不放过 近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提出20条促消费措施 硬起来要救经济 一些消费品类增长势头仍不稳固 一些居民朋友的消费信心不强 顾虑不少 一些领域消费体验不佳 感受不好 需要政策建议不加力 20条政策中在日常民生方面要求全面落实代薪休假 员工该休的假绝对不能苛扣薪水 另外鼓励分批休假 景区门票减免 博物馆营业时间延长等 在大宗商品稳定车市方面 则严禁各地区新增汽车限购措施 减免政策 减免是到2025年底 半年是2026、2027年 20条促消费只是开端 下半年大陆官方在政策上 拼经济举措会越来越频繁 市场认为如果没能挽回经济颓势 延续低迷状态 恐怕难以完成全年GDP 保5%成长目标 TVBS新闻综合报道